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持续肆虐 1月20日 由中央援建香港的临时医院 北大雨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宣布竣工 日间中心设计者来到 位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的 香港临时医院探访 在这个差不多3万平方米的 这个土地上呢 我们共建成了4万4千平米的 这样的一个建筑 病房区呢 一共是分了6座 一共呢 是提供了136间 富亚隔离病房 816张床 据悉 该医院全部采用了MIC 富亚隔离病房 属香港历史上首次 除按医管局需求 未设手术室外 临时医院与正规医院 传染病医院设置类似 可收治严重传染病人 我身后的呢 就是我们中建国际医疗呢 研发的 雅典娜3号的MIC 富亚隔离病房 里面的装修呢 采用了这个抗污 疫清洁的材料 也采用了无接触式的 护所的亲密门 传递窗 是带紫外光杀毒的 整个的排屋 排水呢 是使用了双排管 整个的排风呢 是超过屋顶呢 3米以上排出 并经过了这个高效的 空气过滤区 能有效的杀灭呢 99.97%的病毒 作为整个工程中 设计及施工要求 最高的环节之一 富亚隔离病房 需满足多项眼数标准 才能顺利交付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其中一间病房 一探究竟 通过我们身后这道 自动亲密门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 雅典娜3号 这个富亚隔离病房的前室 前室呢 就是 是医护人员呢 就穿上防护服 然后再进去这个病房 通过第二道亲密门呢 我们就进入了病房 这是一个6人的 这个 富亚隔离病房 打开这扇门呢 我们进入了这个 洗手间 洗手间呢 都采用了 疫清洁的材料 所有的排污排水呢 都采用了厚出水式 有效地避免了 这个细菌的累积 除达到严格的 卫生防疫要求外 病房中不少细节 也凸显临时医院 的人性化设计 第一次呢 在香港的这个医院里呢 采用了这个 非医疗用途的一个充电的 USB插口跟C槽插口 因为呢 现在更多的病人呢 是喜欢用 使用手机 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些 人性化的措施呢 是有效地避免了 病人呢 使用了 床头中和槽的 紧急插电 也避免了这个医疗事故 第二呢 这是在每个 这个病人的床头呢 我们设了一个排风口 因为这个病房呢 它的每小时的 新疯患器量呢 达到了12次 也希望呢 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呢 能够让病人呢 更安全 该项目于2020年9月18日 正式签约 由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成建 项目高峰期 工人数近4000人 24小时开工 工期紧 机械多 交叉作业频繁 为保障工地防疫安全 项目组利用智能系统 对人员进行安全追踪 据悉该项目是中央 援助香港抗疫的项目之一 由深圳市具体元件 项目由国务院港澳办专班统一领导 深圳香港两地政府 组建深港联合工作组 各自成立工作专班 负责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这在香港的项目建设中 当初首次 在62岁的张德华看来 在特殊时期 参与到这一重要项目的建设中 对自己来说 既是挑战 也是荣耀 时间非常紧张 我们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原成这个平时要两三年 时间长的项目 我很感谢中央政府 给我们香港支持 来建这个临时议员 可以在这个疫情危险的时候 给我们可以找个战胜这个疫情 感谢观看